观众朋友晚您好 欢迎收看1900重点直播 我是新话 为您新闻话重点 欢迎线上的朋友 与我们留言互动 及时听新闻 聊新闻 了解时事 今天我们要带您关注到的是 封面一波及一波 今天北台湾的降雨相当的有感 但中台湾已是也是雨不停 导致天雨路滑路况频传 我们首先带您关注的是 在国道3号有进口车的驾驶呢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 陆滑打滑的关系 导致车辆直接冲撞了护栏 而驾驶呢 连人带车撞了上去 最后重伤紧急送医 而一样在苗栗的泰安温泉区 道路也出现了落石 直接砸中了驾驶人的荡风玻璃 4月24号凌晨3点多 30岁赖姓男子开着休旅车 沿着台湾大道行驶 疑似因为天雨陆滑 自撞中央分隔岛 车就卡在耗质桿上 跟地面呈45度 男驾驶受困车内报警 叫救护车请求帮忙 警消10分钟内赶到 再花7分钟将他救出 初步减伤 他的右脚膝盖有擦挫伤 没有生命危险 中部下大雨状况频传 这个还好 24号中午12点多 苗栗泰安乡通往温泉区的苗62线道 有落石砸中小客车 民众开在路上下着雨 地上也到处都是石块 据了解落石砸中轿车剥离 没有人受伤 警消表示虽然道路没封闭 但建议小行车改往便道行驶 避免被山坡落石波及 同样在苗栗院里镇苗130线12公里处 路旁大树因不堪风势和雨势的摧残 横倒在马路上阻碍交通 派出所远景道场查看 树干实在太过巨大 无法直接搬运 只好先用电锯切割 前后花了一个多小时恢复交通 所幸大树青岛时没有人车经过 进行转往国道3号 北向228.3公里处 BMW轿车开到一半 突然偏移撞击外侧车道的 黑色休旅车 再撞上外侧护栏卡在路间 车上三个人受困 驾驶炉内出血 肋骨盆骨折 伤势严重 中江头上午下起间歇性大雨 国道3号草屯侧雨站10雨量 89.10达到25.5毫米 肇事原因是否跟天雨路滑有关 警方说不排除这个可能性 TVBS新闻中部综合报道 而这波封面呢 在中午时分 北部地区雨是稍微趋缓了 可是我们要提醒大家 接下来封面一波之后 还有一波到周五开始呢 雨可能会更大 要更慎防大雨的雨势 而目前呢 根据了解周五周六的这一波封面 可能在中南部地区会出现 豪雨等级 特别要留意会有强队流 发生伴随着强风跟雷击 甚至气象局预报也显示 不排除会出现冰雹等机关的天气 大雨不断落下 让整个挡风玻璃 雾蒙蒙一片 这是周三上午 国道彰化路段 车辆经过都渐起水花 还有彰化市区 马路上同样积水一片 民众只能穿脱鞋行走 北市内湖在早上也有路数倒塌 搭配下雨 让整个上班路段更塞 受到蜂蜜影响 周三这天全台各地都有震雨或雷雨 气象署更在早上 针对彰化以北及南投地区 发布大雨特报 截至上午10点累计雨量排行 以苗栗海浦降雨量居管95毫米 台中大雅88毫米 中部多个地区降雨量持续攀升 可以看到整个西半部地区 甚至部分的宜兰花林地区 都会有比较明显的降雨 那其他地区也会有局部的震雨 或者是雷雨 气象粉砖 台湾台风论坛 天气特辑也发文提醒 根据主流模式雨量预报 周三开十点五天 可见青一色紫红一片 尤其西半部雨量颇可观 难得各国预报这么有共识 雨是可说是八九不离时 而降雨热点是西半部和宜花 要多注意 在中南部地区呢 有可能出现局部性的豪雨 这点请中南部地区的朋友 要特别留意 而且其他地区在西半部 东北部地区 也有可能出现局部性的大雨 礼拜四再有第二波封面接近 预估周五到周日 雨势比首波更强 根据预报显示 尤其周五到周六 西南风增强 加上封面影响 中南部局部大雨或豪雨 日累积雨量恐达两百毫米 一直到周末都可能有中小时度 对流系统发展 温度方面受封面影响 全台温度略下降 特别是周三周四 北部东北部低温约21到22度 整周不稳定天气形态 时刻注意变化 雨具也不要离声 提别新闻 学长慧仙 台报道 再来看到国道一号 北上的彰化路段 出现了这恐怖场面 其中一名驾驶人开着车呢 先是冲撞了壁车弯的护栏 随即反弹到了内侧车道 导致后方的轿车反应不及撞上 整体事故当中呢 有三车追撞 而其中两台车近乎全会 后方驾驶跟乘客开在国道 募集惊险车祸 轿车先是撞上外侧壁车弯 接着再往内侧车道冲 撞击行驶中的白色休旅车 当下国道烟雾弥漫 白色休旅车被波及 转了几圈 撞上外侧护栏 至于一开始的肇事车 还害得另一台轿车擦撞 变成三车事故 再看一次惊险过程 肇事车先是开在辅助车道 自撞壁车弯后 一路往内冲 撞翻一台休旅车 后方小客车闪避不及 再擦撞一次 白色休旅车则是滑到最外面 撞击护栏 其他车辆连忙闪过 救护车火爆赶到事发现场 白色休旅车驾驶王姓男子 上救护车送医治疗 他的头部左肩左手有擦挫伤 另一边25岁肇事叶姓男子 他的左手擦伤 这两人分别送医 目前都没有生命危险 车火事发地点就在国道一号 北向209公里 4月22号早上10点多 25岁叶姓男子开车 先自撞再撞他车 造成连环车祸 三台车都受损 轮胎被撞飞 车门凹陷 引擎盖毁损 其中有两台车 挤进全毁 刺的话撞几道避车弯 因此导致车辆 往内车车道失控 警方说初步调查 三台车驾驶都没有酒驾 事发后40分钟 排除事故 恢复通行 警方调查 招式驾驶从北斗要到西湖 结果在园林时 切到辅助车道 疑似没抓好角度 又分心 才会撞到护栏 TVBS新闻 陈志忠 彰化厂报道 而今天在淡水出现了 不合格的用路人 我们来看到这机车起势 似乎他是希望 能够避开前方的车阵 直接骑上了人行道 说不知前方就是 公车的停靠站 有很多同学都在等候公车 差一点就要撞上了行人 中正东路就这一对双载机车 刻意不一样 只看到骑士直接把车骑上人行道 一旁的朋友似乎也想模仿最后放弃 本来以为这样可以避免塞车 但其实并没有比较快 而且还差点撞上停等公车的学生 危险骑车的行为还有这样 新北市三重这处路口 明明头顶上的红灯亮了 只有左转转用到的人可以走 但穿着雨衣的骑士却疑似闯红灯 等到发现不对来不及煞车就瞬间滑倒 人车在驳游路上滑行 害得左转弯的骑士也忍不住回头看 心里恐怕正在想 他摔车了是不是我害的 而在新庄的黄汉路三段 不管现场只有一线道 大卡车右方的空隙也不大 骑士飞快超车 真的是用生命在赶路 只是这样变换车道方向灯 似乎也没看到亮起 新北市警方统计去年 机车骑士受罚案件 包含民众检举的就超过159万 被开罚最多的是违规停车 第二名就是没有依照规定使用灯光 虽然排名第三 但闯红灯的人也超过13万人 闯红灯逆向行驶 不停亮行人等等 这种依照式的违规项目 来做加强执法 那我们也设置这个科技执法的设备 那来全天候的防止违规的情形 警方说骑上人行道的违规 因为去年统计下来也超过6万件 开罚不是最终目的 而是要提醒用路人 别为了抢快忘了保持安全距离 像这样撞上右转车辆 TV新闻信息韩上伦新北市报道 好 社会案件带您看到的是 在便利商店有贼 而且这个贼呢特别的显眼 原来是一名英国籍的男模特儿 来这边买零食饼干跟三明治 但是眼间的消费者却发现 他拿走了架上的零食 直接装进包包里头 根本没有要结账的意思 他持续观察这一名男子的行为 后来他发现 果然没有拿出来结账 立刻告知店员 抓小偷 当时就像这样把180亿公分英国籍南模撂倒在地 原来建议勇为抓贼的林先生 本身是一名继承车司机 也是宪兵退伍 一进去我就看到了 他是外国人又特别高特别快 他把小东西放在琵琶里 被我看到 我就特别注意他一下 结果他真的是外国的小错 他说明明就有看到外国人皮夹中有一千元 并不是没钱 直到世纪拜六才紧急改口说都会买单 始终不承认有偷东西 警察在跟我讲说 衣服破了 然后伤口一个大伤口 翻起上衣 左侧背上有一大道伤痕 到医院治疗包扎后已经没有搭碍 也已经验伤打算提高伤害 这名31岁的英国籍模特儿身材壮硕 来台多年 目前没有太知名的作品 经纪公司表示 他并非签约模特儿 只是曾没合过 对于他的私人行为不便评论 但怕客户有疑虑 暂时取消推荐他 也已经先把model卡下架 这名英国籍男子 虽然一切到最送办 但是他始终没有承认 而现在最新进度 疑似是有人在背后指点 他已经向法院申请提审 这个连台湾人都不一定知道的方式 一个外国人却很清楚 毕竟在台犯罪判两个月以上 就有机会被法官驱逐出境 若是判一年以上 居留证则是会直接撤销 他主张逮捕过程不合法 要求调查 频频看无罪释放 大批民众在超商门口围观 是什么这么好看 连警车也陆续斗场 难道是发生纠纷吗 直接一名外国籍男子 坐在地板上 原来他是小偷偷零食 当场被抓到 但警方到场时 店内一片凌乱 偷东西被抓包 还汉人发生拉扯 事发在台北市西门町 峨眉街上 这些连锁超商内 有不少的民众 在附近逛街跑来围观 抓到他的是旁边 这名灵性客人 或同其他围观民众 挡住门口 不让小偷跑掉 初步调查 嫌犯是一名31岁的英国级模特儿 来台工作 却沦为零食小偷 23号晚间11点半 他在电源忙碌 陆续把架上的商品 塞进背包 旁边一名灵性男子看见 猜到他要行窃 在旁观查 到柜台时 他只拿出三名制 和饮料结帐 客人提醒店员 他包包里还有东西 一包糖果 两条巧克力 共236元想要偷的 没想到外籍男模 想冲出店外还推人 最后反被灵性客人 压制在地 一名外籍男子 于超商内将未结帐之商品 放入随身期待之替代内 遭度过之灵性民众 发现并制止 涉嫌偷窃的英国籍模特儿 被逮之后 依旧不承认自己有偷东西 变成只是还没结帐 但警方认为 只是推脱之词 一窃到送办 至于经意有为的民众 由于一度被推倒 胸部酸痛 背部也有挫伤 也打算提购伤害 先用文化重点时间 持续带大家来关注 4月23号花莲再度 发生了强震过后 其实有诸多的楼房 也变成了围楼倒塌 而特别危急的就是富凯饭店了 这间饭店是位于花莲市区 金三角的商圈 平常出出入入办公的人 就相当的多 现在楼倒过后 希望能够尽速在两周之内拆除 但是拆楼之间要先稳固 要等待8米的路基 稳固整个楼体之后 这个重型机具才可以进驻 而今天不少花莲民众 就已经目睹到全台湾 维尔两台的长臂拆除机 已经完成42米高 42米长的长臂的组装了 现在就等待整个地基稳固的作业确定之后 最快稍后晚间8点就会开始进行24小时的拆除 不过这个长臂机在工程界有一个绰号 就叫做陆夫号 造价相当的不便宜 大约是6000万元 而前面就会加装切割机等各式各样的工具头 而现在其实施工单位说 要拆除这间饭店最困难的地方 就是第一个路非常的狭窄 而且腹地非常的小 这也意味着他们的作业空间 还有回旋空间也会非常非常的小 另外一方面就是近期封面来袭 雨下不停都增加了拆除的不确定因素 那么目前其实他们的拆除方式 跟天王星大楼上有某种程度的类似 都是由上往下拆 那么预计希望能够赶快解决这栋未漏的危机 长长的手臂就放在马路上 有人指挥有人安装 每个环节都很重要 外手在一旁辅助 调整方向对准卡接位置 工程人员得先把机具安装完并 才能继续后续作业 大型机具进驻富凯 在没有发动的情况之下 我们上到了长病式拆除机的驾驶座上 但在这边操作真的非常不容易 因为前方没有监视器 操作全屏肉眼 虽然车上有荧幕 但只负责看周围状况 一便宜就会逼逼逼 实际操作真的得靠技术 手臂比较长 所以会比较不好控制 目前没几个 因为那个高度的关系 要开过 要训练过才会开 不到十名工程人员会操作 目前吊派三人到场 而且这种一千型拆除重机具 很稀有 全肠加装大哥机 蝴蝶剪 可以到42公尺长 等于14层楼高 而且一台要价6000万 全国只有两台 其实这台机具是0403 从宜兰调派过来 天王星拆除作业的大工程 原本以为结束了 结果这回再次紧急出动 真的还好及时喊咖 没调回去 否则又得花破百万的运费 就算在富凯大饭店这处忙得焦头烂额 另一边的统帅大楼拆除工作 也得加紧脚步 同时变形 也就是说不同厂层来拆 目前他们会再调一位这个司机来 调度上是会操作一台这个机具 还有另外一边也有另外两位司机来 原则上24小时连夜拆除 因为拆越久越危险 只能竞速赶工 判如期完成 TBA新闻 王兴棠林立言身份 花脸采访报道 不过究竟已经破千期的余震 什么时候才会结束呢 恐怕观众朋友近期还是要做好 对于地震的预期心理了 我们带你看到呢 其实中央大学地科系的教授就说了 其实过去发生大地震过后 本来陆陆续续一年之内 都是余震发生的期间 而家中的建筑是否足够安全呢 我们带你看到这一次呢 其实在花脸墙镇当中 会出现楼岛倒塌的建筑物 都有几个特性 一就是他们的一楼往往都是挑高 并且呢 这种间隔墙是比较少的软角楼的特征 一楼的挑高高度高 某个楼层的墙面 是比其他的楼层来得少 所以耐重力也会比较差 那么另外一方面 底层呢 还有大型的开放空间 就会变成头重脚筋的情况 所以才发生强症之下 低楼层呢 通通垮了整个来楼层下移的情况 而有很多专家认为呢 接下来大家要投入一身的心血 还有金钱去买房的时候 要买什么样的房子 除了这整体的结构 要看仔细之外 其实有一些制度性的条件 可以给大家作为参考 比方说不要买10到16楼 因为这也算是高楼层 但是总高度在50米以下 其实他是不必来结构外省 由第三方来进行结构的检验的 这是专家给予您提供的一个建议 而接下来呢 陆陆续续这几天呢 大家都说现在在台湾 感觉不是在土地上 而是好像在船上一般 似乎身体都会摇摇晃晃 确实真的余震不断 从4月2号到现在呢 其实余震的能量 至少要半年到一年 才有办法陆陆续续释放 而这个严教授就表示 92110个月之后呢 其实还发生了6.5的余震 所以接下来现在大家呢 其实都要对地震防灾 要有一些心理准备 可是他同时也提醒 大家也不用太像惊弓之鸟 根据他们过去研究的 这个地震的硬力效应 光是在受风附近的余震 应该就会很快落幕了 而我们今天的记者 也在风冰箱 花莲风冰箱水莲村来直击 由于当地呢 受到好几起余震的影响 很多人的家里 都出现了天花板掉了 还有地面的瓷砖裂开 根本不敢待在家里 他们只能睡在门口 或者是车上 熟悉的家全变了样 天花板层板几乎掉光 灯管脱落摇摇欲坠 吊扇也只省下电线 余震不断在水莲村的 住户家中也是乱糟糟 除了天花板将近一半 都掉了下来 可以看到整理好的层板 现在就摆在墙边 加起来数量超过百片 家中乱成一团 根本没办法住 水莲村位于多起余震震殃 这几天从早到晚震不停 村民有家归不得 身心疲惫 却没办法好好休息 那个活动中心那边睡一夜了 第一次的时候 我们就在外面一直聊天 真的爱 真的没办法了 我就在车上睡 要上去楼上 那个楼梯间 现在已经快倒掉 不敢上去了 我们不敢上去了 脚掉下来 被压到 怎么办 上百户几乎都有灾情 还有人连厕所都没办法上 浴室隔间墙整面倒下 满地都是砖坏瓷砖 洗手台也垮了 住户心痛 后续修复 又是一大笔费用 现在物价都那么高了 也不知道够不够 就有二三十万 也够不够也不知道 车落交通也大受影响 寿风三号桥路面凸起 裂缝超过三十公分 现场堆砖头管制人车通过 村长说目前比较缺食物 大约十多人 因为余震不敢回家 需要睡帐篷 还是有许多受灾户心疼 加毁损 移疑不舍守在门口 第一遍新闻 玲珑士张宇曼 蔡幸宇花莲采访报道 不过对于很多花莲人来说 他们想问 余震到底何时会过去 我们带您看到 根据过去921大地震的经验 在半年到一年 这个区间之中 到底发生过几次的地震 而这个规模 又来到什么样的等级呢 在921的地震过后 余震的次数规模6就有8次 而同时呢 规模5有41次 规模4以上就有97次 而三周之内的有感地震 也达到了146次 但是这一次呢 我们可以说在花莲402强震过后 这个余震的幅度跟次数 比起过去以往 是有超过的几率 超过的比例 我们看到403强震过后 规模6的余震有4次 规模5的有56次 规模4的有241次 都比921来的更多更显著 而且三周之内的地震呢 来到了301次 这也不外乎 为什么大家刚刚看到的是 花莲封兵水莲村的居民 他们真的不敢住在屋子里头 而同样呢 居民没有地方可以住 不敢回家 学生们他们也不敢去校舍来上课 由于当地的校舍受损相当严重 这是过去呢 恐怕是921到现在25年以来 花莲受灾最为严重的一次 初估呢 体育高中有88校受损 而灾损的设备呢 就达到了2500万元 但是零零总总呢 光是学校方面的这些损失 要来修复 恐怕都要破亿的金额 任天要地道走廊的装饰 左摇右晃 美丽的校园惨遭蹂躏 办公室物品椅子全倒下 就连电脑主机也摔下地面 直接当场解体 学校外墙多处军列 砖块剥落为了确保 孩子安全都先围上 逢锁县花莲水林国小就在正阳附近 灾损随处可见 对于师生们来说 心里都是煎熬 所有的师生心里都不是很平静 23号晚上的时候 全村人大概都睡不着觉 那有几个家人也跟我反映 他们都住在家的外面 甚至自己搭帐篷 虽然害怕但防灾演练没白学 一停到广播 学生拿着书排列整齐 赶紧到操场集合 花岗国中状况同样惨西心 东西倒了倒坏得坏 瓷砖破一个洞 裂出一条缝 感觉随时会整片脱落 虽然都有受损状况 但不影响上学 新一国小也很严重 操场中央出现长长的裂缝 只能先在危险区域 放上三角追警戒 我们会到学校去献看 各个学校的灾顺的情形 然后做一个申报 统计0403地震有88校受损 23号又新增31所学校 损失大约858万 不断的余震 要恢复校园还给孩子们 安全的上学环境 都得面临重重难关 TBI新闻高中演身份花莲 采访报道 而这次跟921对比 余震的幅度跟强度 都来的比较大比较高 而且呢也有很多专家观测到 这回发生到许多次的极浅层地震 也就是这个深度不达5公里以上 从4月23号到24号 就有21起极浅层的地震了 而过去呢根据我们的经验 其实极浅层地震破坏力 是非常非常强的 所以对于很多人来说 在花莲特别的有感 而专家也表示 为什么都是极浅层地震呢 因为上一回发生的地震的时候 都是比较深一点的地层 正在运动跟错动 反而是上方浅层的地方的能量 还没有进行释放 而且呢也有眼睛的民众观察发现 这米伦断层沿线 就至少出现了三栋的楼房倒塌 而接下来米伦断层是否也有运动 或是错动的可能呢 专家也解释 如果要再错动的话 根据他们目前观测到的资料 几率是比较低的 地震一来 整个树林摇摇晃晃 还有大量的树叶被摇落 架设在花莲县丰冰箱 基祺村的自动相机 记录下0403规模7.2强震 主震至今21天 发生大大小小的余震 不过这几天的余震 有多起都属于极浅层地震 也就是震源深度30公里以内 从23号上午7点到24号上午 深度5以内的地震就有21起 因为它动当初动的时候 是在下面动 上面还卡在那边 那你跑到地震跑到北边去 北边的能量一直在释放 所以那边也释放的差不多 所以南边这个主震的上盘 这比较浅的地方 还一直卡在那边 所以这次把它能量释放出来 深度越浅 的确民众感受越明显 不过从北边硬力调整到南边 从深到浅都属于正常的能量释放 过去我们针对这个区域的特性来讲 大概不会有 大概就一两天就结束了 但是一两天它很密集的地震 所以你看今天第二天 它的地震频率就减少了 虽然这次地震和米伦断层 没有直接关联 但位在米伦断层上的三栋大楼 都不敌这次强震 再看看先前两次和米伦断层有关的 1951年和2018年的地震 也都带来不小灾情 居民难免担心 未来米伦断层如果错动 致灾性会有多高 二三十公里的断层 它要累积大能量 要很长的时间就是 不会是几十年 那一般来讲都要上百年 几百年以上就是了 2018已经释放了一部分能量 所以你未来的话 你要再累积到一个大地震的规模的话 那相当一个 机率相当低 专家也说 区域能量已经释放差不多 但余震可能还会持续半年到一年 民众还是不能轻忽 而地震过后 您家里是否多多少少有出现灾损呢 提醒您自己的权益减税的补贴 不要忘记了 特别是五月又是报税季 我们带您看到呢 其实受灾户呢 其实有五个税务可以来进行减免 主要是营业税 使用牌照税跟娱乐税 还有房屋税跟地价税呢 主要是针对在这次地震当中呢 如果您的房子被贴上红单 但是围楼黄单呢 没有立即性危险 但是结构出现损坏的建筑物的话 房屋税跟地价税 通通都是可以来进行减免的 而与此同时呢 其实国税局 他们也有进行整个的申报 简化的流程 本来他们的审核认定 必须要列举灾损的扣除额 扣到保险救济金 那么目前113年的纵所税 也减除了无限额这样的限制 而同时呢也减化了灾损的报备程序 像是书面审核的准备呢 提升到30万 那么不用派人员来实地勘察了 而重大灾区的申报期间呢 也延长到三个月以上 因为大家只好现在渔政平传 不晓得什么时候 一个渔政来又造成了 人民的这财产的损失 而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带您检释到 平平的地震过后 如果您才刚刚交屋住到这样的新屋 是否也会有心有疑虑呢 在宜兰苏澳 有住户今年才刚刚入住 却忽然发现他们的新房子 常常地面放了宝特屏 会滚向某一个特定方向 質疑地屏有问题 甚至厕所的门也会无缘无故 自动来关闭 他们觉得整栋大楼似乎出现了倾斜 地基有问题 要求舰商找第三方的公证单位来测量 但是屡屡被拒绝 只要一放到地上 就马上往房子的斜后方滚 就连浴室的门不想关起来也没办法 我们的门它是会被自己关的 走到一楼下着雨的天气 所有积水都往同一个方向流 就怕流进梯梯 住户只能自己拿沙包将大门堵住 水瓶 然后掉在地上 那就开始一直往二旗那边滚 然后后来每个住户都试了 就发现一大度这样 在家里就是很长会觉得很暈 然后走户其实也会不稳 才刚交屋五个月 房子越来越斜 屋主去年在宜兰县苏澳镇 买了一间套房年底入住 建商也正在隔壁盖二旗 但住不到半年 掉地上的东西 开始会往同一方向滚 甚至到顶楼还能发现 隔壁施工中的二旗阴架 原本应该有些间隔 但现在完全紧贴一旗房屋 而且从四月初的地震以来 根本是雪上加霜 本来可能就是120分之一 但现在因为一直地震一直地震 到现在可能60分之一 他们一直说他们有诚意要辅证 可是后来一直反悔 就是使用第三方鉴定的地石 他们要用自己的地石来辅证 那对住户来说就会觉得 你房子都盖成这样子了 或是你怎么敢用你的调查 倾斜率四十分之一 就达到重建标准 如今越住越协 住户看见商 光是找鉴定技师就协调未果 二十多户住户自己整理 陈情书到镇公所陈情 镇长也承诺会全力协助 也已经裂案处理 对此建商在结稿前并未回应 不过律师也说明 如果房屋有倾斜瑕疵 住户可以主张减价 毕竟近期频频地震 房屋的安全性势必也格外敏感 而台北市是否也会出现软角建筑呢 特别是台北市劳屋特别多 我们待会看到在中山区这栋大楼呢 被人发现看起来似乎有些摇摇晃晃 地点就在京华底段 南京东路跟一江街口 这里工商的公司林立 而台北市的副市长李四川也被问到 面对这样的问题 是否应该积极作为赶快去彻查 影片中的大楼因为地震大幅度的左右晃动 所以说这是0403大地震时所拍撒的画面 不过北市议员说这两天地方群组 莫名疯传 担心北市也有软角砂建筑 如果是今天没有地震会摇 大概就 没有地震会摇 没有地震会摇 没有地震当然不会摇啊 这剩惊呼恐怕也是在说 川伯你再说什么 因为实际去看这栋建物 则未在南京东路二段 一江街口相当热闹 那像这种我们会都有全面的发文 建议这些建筑物做耐震评估 你们只有建议 对 或许不是正式的质询场 就算再不满也只能先按捺情绪 毕竟这一场是讲完率队 来跟民进党议员说明重大法案 不过议员更关心这 要不要做完有两个条件 一个我愿不愿继续再做 那你愿不愿意 第二个是市长愿不愿让我再继续做 本来就这样子 现阶段我很愿意 话说得很暧昧 那市长的意思呢 我很警报 我愿意 你 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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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留不住怎么办 你别怀怀了 本个民众党却是两样情 针对科市府任内 被适合的T17 T18 第一上全争议案 离四川更进一步 只对比T16的招标 让人感觉打扫眼 但前副市长黄珊珊反呛 三案都踩最高标 有人误导视听 我讲的是这个T16 它是类似两段标的方式 那T17 18是用这个价格标 我没有讲最低的价格标 还原当天说话内容 但现在江市府要查 科市府任内的案子 是事实 TVB的新闻 李国正确换 李学伟 SNG小组 台语报道 好 今天国会令法院 同样也是火药味十足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释线法庭针对死刑 是否违宪进行了 言辞的辩论 同时其实现在 根据许多民调显示 民众对于废死 其实是抱持比较负面的观感 并且呢支持的也相对来的少 那我们要带您看到的是 其实今天呢 立委谢龙健呢 在面对法务部长的时候就说 是不是大法官 来不知民间疾苦 司法可以伤害人民 对于治安的期待吗 所以这个相当具有激烈性 还有对立性死刑 是否违反宪法这样的 释线的议题 在国会再度被推上风口浪尖 我们带您来看到今天 谢龙介怎么说 台法官如果非识就对了 后面治安事件会更加多 属于民怨 磅然的厚力就对了 会更加大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 这是一个骨体的属性 台法官都不用讨论 大家都吃饭中的 可以做到台法官 还在吃饭中的 扣 人权 什么人没有捍卫人权 你台法官会有捍卫人权 我们都没有捍卫人权 那些人去用台式 他去台式别人的时候 搞笑到那些人的人权 如果司法不用顾入民意 沒關係 但是司法 可以障害人民对 治安 期待的感情吗 你才有看到我们现在 年轻人在吃饭 去影城 去我们骗人 又带出国 动作可以一个月 减少五六万 结果回来台湾的孙 有只减一只 无从丢富减一项 甚至 去用骨子 不是在国家 不是在前普寨 是在台湾 甚至 送十四年 在安这么多摆海 诈骗这么多 不过目前呢 是否死刑是违反宪法的 言辞辩论才刚刚落幕 但是后续呢 大法官还会做出财事 最后这几名大法官 最终的财事呢 就会对我们的法律 会有约束力 这也是为什么 现在在立法院或者民间 有许多讨论的声音 而有后续最新的消息 我们会随时的 为观众朋友追踪报导 而再来看到的是 这到底是不是医疗院所 来侵犯病人的隐私权 还是另有隐情呢 我们待会看到 其实这几天传出了 慈济医院 他们在麻醉过后的病人身上拍照 那拍完照之后 这照片用途到底是做什么的 其中有一名绰号叫做 阿肥的护理师 他在PTT上面爆料说 这个开刀房内呢 医护人员趁着病患被麻醉的时候 还会偷拍病患的私密的照片 而且呢 他是成为一个剧名的吹哨者 直接把照片公开了 结果没有显得到 现在这名吹哨者 自己先被罚办 因为公开这样的照片 已经侵犯了其他病人的隐私了 而由于呢 这个犯罪过后 其实法官是裁定10万元可以交保 但这一名护理师 他筹不出钱 目前被限制组织 穿白色长袖运动外套 领口拉链拉得好低 他就是在网络上化名 阿肥的慈激医院黄心护理师 在PTT爆料指控 有其他护理人员 涉嫌偷拍病患的私密照片 没想到这篇贴文 反而让自己被检方约谈 影片是哪里来的 是你拍的吗 闭着眼睛摇摇头不发抑郁 那从哪来的呢 一样沉默不回答 漏月征讯之后 被检方依照刑法 妨害性隐私罪 预令10万元交保 但他一次连续联络了 四个小时 还是凑不足 10万元的保释金 检方改将他限制住居 同时要求配合警方调查 搜索住处 原来他23号在PTT爆料 台北慈激医院护理师 涉嫌偷拍病人私密照 他在开刀房任职半年 希望在离开之前 能够说出这些 令人作呕的事实 只是想要揭露问题 除了文字 竟然还贴出三张 一次病患被拍摄的照片 虽然打了马赛克 但po出这些私密照 恐怕已经涉嫌犯罪 二十九岁 黄心护理师 被检警传唤说明之后 公称这些照片 是在医院同事 LINE群组里面看到的 但到底是谁拍的 他交代不出来 也不愿意透露任何线索 警方不排除 当中有部分照片 就是他自己拍的 目前已经到他的住处 也就是医院的宿舍 查扣 电脑 手机和平板 也将逐一分析 手机里面的对话内容 要查这些照片的源头 TVBS新闻 庄祈元 陈光旅姐 新闻总到 而在病患不省原事的时候 被拍下照片 那术祈元是否获得 这个病患的同意呢 目前针对这一起 吹哨者的案件 其实慈禁医院呢 是回应这些爆料当中的处置 都不是事实 那么有不愿意具名的 慈禁医院的同院护理师表示 他认为这些呢 被拿出来指控的照片 很有可能只是处置 要来证明 数前数后一个对比的照片 同时这些照片呢 应该是做病例上的使用 而过去呢 其实健保署 他们在调阅病例上 也会使用到类似的资料 台北慈禁医院黄姓护理师 爆出争议 他在个人的IG上 经常分享生活点滴 但背景不只有在病房护理站 连开刀房的照片也有 不明让人质疑 他发文的内容真实性 由其他护理师透露 法文的照片 看起来像是病例 就都会在病人知情下拍摄 要进到开刀房内进行手术 大多的医院都会严格落实 层层管控 降低感染的风险 而外科的部分 为了让病患能够看到 手术前后的差异 也会进行拍照 其实开刀时 不会仅有一名医师在手术室内 而是会有医区助理 麻醉科人员 护理师等人 而拍照之前都会告知病人 经同应后才进行 但照片除了会保存在 个人的病例记录内 有时也会提供医学研究 甚至是健保署保险业者 会调阅证明患者有动过刀 开刀房被护理师发文爆料 还公开照片 现在检警要追查 学学拍照怎么流出 但医界人士透露 拍照的情况多数正常 也相当保障病人隐私 希望别让这次的事件 坏了良好的医病关系 TV月宣传李建伟 叶军新北市报道 而继续关注演艺圈的话题 黄紫焦除了MeToo风波之外 近日也涉入了一些性侵害的案件 目前都已经在进行司法的审理当中 不过外界更为关注的是 他的妻子孟耿如的状态究竟是如何 甚至有不少热心的网友 跑去孟耿如的社群在先前留言 说他应该要离开黄紫焦 不过现在这些传言传得沸沸扬扬 有人说黄紫焦早就爆出婚姻出现危机 外传他会给出一亿的安家费 但是条件是希望孟耿如三年之内不要离婚 而很多人开始细数网友开始爬文 当起了私家的侦探 他们发现孟耿如结婚之后 慢慢慢慢的作品减少淡出演艺圈 但是黄紫焦过程当中也出资 让他做品牌是相当烧钱的投资 但黄紫焦爆出了MeToo的丑闻过后 孟耿如现在也是付出拍戏扛家境 但是随之而来又碰上了近期的 性侵爱相关的官司风波 似乎又陷入了沉寂 就连社群上两个人都是销声匿迹的 而我们带您看到是他的恩师张小燕 也是被他的爱徒黄紫焦给波及了 资深媒体人呢 上个礼拜才贴出跟小燕姐的对话 说自己被伤透了 头发还在 脸没了 心也碎了 而过去呢 也有演艺圈人士发现说 其实呢 黄紫焦私底下对小燕姐 可比亲妈还要来得更孝顺 小燕姐呢 拿下金钟终身成就奖的时候 黄紫焦呢 就发起了一项社群上面的串联活动 这活动就叫做 一人一张张小燕 可见两人关系相当好 所以张小燕说重话 似乎也呈现出他内心世界的撕心裂肺了 而同样呢 也在去年的MeToo风波当中 重见落马也被指为有不当行为的诱胜 近期传出似乎积极希望能够付出 而这一次呢 其实他卷入MeToo事件之后 目前官司也在进行 他坦诚犯行裁定8万元交保 而有媒体爆料 他向名制作人王佩华 过去两人曾经在西里人气上面合作过 希望跟他求救 帮他规划付出的道路 让他的事业再有起色 但是呢 其实又盛今天做出了这样的po文 来做出澄清 他说请求修正不实的报道 他说事件发生以来 希望可以替自己做过的事情负责 没有心思去付出 那么已经获得佩华姐的确认 请媒体给予真实的修正 那么他同时也秀出了这张截图 是他跟王佩华制作人之间的对话 那么就当中指出 其实王佩华说 这个新闻没有采访我 他也没有曾经如此说过 所以特别来召会又盛一声 一人又盛卷入性骚扰风波 因为在2016年非离女性友人 被一强制猥亵罪起诉 上个月再度开庭审理 法官预令八万元交保 研议工作就此停摆十个多月 当时又盛就透过经纪人回应 说尊重法官判决 一切依法处理 近代公开资讯 谢谢大家关心 但今天却被报导指出 一次前阵子有求助 犀利人妻的制作人 王佩华帮忙 希望能够付出演艺圈 而稍早又生在脸书发文 并附上跟王佩华的讯息截图 强调事情发生以来 只为自己做过的事情负责 从来没有心思去寻求付出 并写下自我反省 修正品格扛下责任 是我目前唯一该做的事 没有其他谢谢大家 直接否认付出报导 并点名媒体修正 底下有不少网友表达支持 但也有部分民众 还是希望他跟贴文写的一样 暂时都不要出现在荧光幕前 而同时近期呢 相当火红的啦啦队 很多球迷呢 其实是冲着跟啦啦队互动 来应援球队而进场的 而近期 直篮的福尔摩沙梦想队的 啦啦队长子子就公开po文 他发现有一些粉丝的拍照角度 似乎有些怪怪的 大家可以看到这照片当中呢 就是姿子所指控的 怎么都用手机往上拍摄 而且啦啦队云呢 为了展现青春跟活力 所以他们的打扮都是短裙 虽然里面有安全裤 可是这样的视角往上看 真的似乎会让女孩子觉得有点不舒服 因此姿子说 下次让我看到这种拍摄方式 我就不会客气了 但同时呢也有粉丝非常强硬的回击 他说入场是不能拍你们吗 角度有问题 就是啦啦队要站在那边应援 应该不是球迷的责任吧 那么姿姿也再度回击 他说不是不能这样拍 而是呢是不是有刻意要放他 让人觉得不妥的位置 甚至指控是不是有部分的人士 带有恶意想要拍 这些啦啦队员的私密部位 为球迷坐在一楼用手机往上拍摄 而且不止对卢卢米 对其他学妹也是这样 一楼球迷拿起手机往上拍摄 在观众席应援的啦啦队 Formosa Sexy女孩们 队长姿子说这根本是恶意 因为他是这样拍 我们放大一点 他是放大私密处的部位 而我们也发现 其实之前我也曾与这个球迷互动过 因为我们从来都没有觉得 不能由下面往上拍 四面八方的球迷 我们都希望可以照顾到 先是姿子活大开轰 对方故意拍摄副队长鲁鲁群下 不过有网友反问 入场是不能拍你们吗 角度方面有问题 这是啦啦队要站在那边应援 应该不是球迷的责任 姿子回没有不能从下往上拍 他们都会跟下方的球迷互动 但刻意放大 让人觉得不妥的部位 不管女孩们站在哪里 穿什么样子 对方都会是这样拍摄的 甚至如如也被检讨穿着太过清凉 姿子呼吁留点口德 理解让人不舒服的点是什么 表示还是会带来好看的服装及演出 只是类似事件频传 这个很难防因为恶意的人他还是就是会用这样的视角去看 所以我们能做的事情就是保护好自己 什么保护就是穿两件内容 就是该做的安全措施要做啊 就是穿安全裤啊或是贴胸贴这种 尽量不要让自己陷入到一个容易曝光的情况下 同行的林夕昂靠两招自保 说希望少一点恶意的人 梦想家球团则是报警处理 呼吁球迷理性支持 更多被偷拍的证据曝光令许多粉丝心疼 TVB的新闻林云正周一报宏 宏廷台报道 不过啦啦队员呢展现青春活力的一面 有的时候呢服装呢也会比较短 这也是他们职业辛苦的一面 希望大家都可以互相尊重了 而再来看到今天冒雨在进行的全中运 真的意外频传 除了雨是很大选手很辛苦之外 在观众席也冒出了浓烟 原来发生了电线走火 好险没有人员受困跟受伤 原本观众聚精会神看比赛 但奇怪怎么看台上冒出阵阵白烟 这烟越冒越多 转播人员都忍不住紧张起来 全中运倒数第二天的赛事 进入最后真金夺赢阶段 下午高女练球和高男 三千公尺障碍赛的时候 却发生观众席疑似电线走火 冒出火势和浓浓白烟的状况 尽管火势随即遭到扑灭 但也惊动消防车到场 还好火势很快就被工作人员扑灭 继续惊一场 只是全中运选手们的挑战 除了失火意外还有天气 奋力狂奔想办法加速超车 就算雨越来越大也过不了了 不分男女国高中背水一战 希望在全中运拿到好成绩 只是大雨加上温度降低 的确影响发挥 工作人员换上雨衣 场地部分出现积水 但赛事照常 24号上午包含国中男子5000公尺进走 高中女子撑杆跳高比决赛 200公尺800桶尺或者是跨篮 预赛转决赛都正常举行 雨再大也不受阻 除非 如果有遇到这个打雷的状况的话 我们才会再由裁判长 这边再来确认 那是不是有暂停的部分 选手与中奋战就是要拼出好成绩 TB新闻最后报道 而再来大家观众朋友关注在嘉义太保 发生了死亡车祸 这一对双载的夫妇他们经过产业道路 但是呢这温室的棚架挡住了他们的视线 导致跟执行的资源回收车发生碰撞 由于撞击力道太大 后座的妻子撞飞掉到水沟里 伤势相当的严重 回收车执行公务经过产业道路 但下一秒在路口右手边突然有双载机车 骑出来双方反应不及撞上 骑尸被甩飞到电线杆 后座女子则摔进路边水沟 我靠下车 黑森 黑森 你这不欢迎 先生不欢迎 这会人赶到现场时机车零件四散 双载两人分别倒握不同地方 但都已经失去意识 但是没了反应 经济送以后不至 那因为这个路口这边两方面都没有刹车 撞到以后往那个方向喷飞 这拍空那一口就一口就一口 就是那个路口那天嘛 那有那个忙是找到的 没有时间了 怀疑是车祸现场有温室的棚架 遮蔽了双方视线 而地点就发生在嘉义泰保 六十三岁的女性骑士载着妻子出门 勤进产业道路时疑似双方没有减数 与二十七岁的苏信清洁队员驾驶的资源回收车 碰撞 夫妻俩混沌产业道路 确定是执行警务时间 那相关的责任 由警方的一个厘清之后 我们这边也会负起相关应付的责任 事儿子第一时间从新竹赶回家一处理后事 而这回清洁员是在执行过程中发生死亡车祸 公所是否有相关责任 目前有待警方厘清车祸原因 波台保市长强调若是有责任 公所绝不会逃避 而台中有情侣吵架却把气出在一旁的货车司机上 阿曼在激愤之下跑去踹货车司机的车 而司机吓得赶快离开 而警方表示 并根据这个画面 这名司机是可以提告球场的 一队男女路口吵架 一前一后开始try停在路边的小货车 女子还想往上爬到车斗 货车司机健壮 马上才油门起步离开现场 索性这两人没有继续追上前 冲突就发生在台中西屯区汉口路二段上 23号早上8点左右 一是情侣当街吵架 为了要泄愤乱try停在路边的车辆 警方进一步调查货车司机超级无辜 根据了解货车司机当时是去送瓦斯 刚上车要离开 却遭到陌生男女无故踹车 吓得马上离开现场 但看他是直接去踢货车 是觉得他是蛮倒霉的 但我看他踢完货车马上就走了 所以应该也没有 应该也不认识吧 不过信号是人打铁货车没有损伤 司机也不愿报案提告 纠纷因理性处理或报警 请求警方协助物借户身端绝不宽戴 不过吵架归吵架 还胡乱吵无辜车辆泄愤 警方表示要是车辆因此毁损 当事人是可以提高求偿 让这对男女负起乱发脾气的代价 TBPN新闻热环料反映台中采访报道 而彰化艺术公园发生了双方人马大乱斗 其中一方一口气叫来五台车总共50个人 而且人还没下车就开车冲撞 寻心挑衅的另一方还拿棍棒打人 而冲突的起因 居然是两位挑试者 在IG上面说 来比比看谁的老大比较大尾 公园旁边两方人马聚在一起 大大出手 现场不但有轿车被砸 还有休旅车车头被撞毁 车窗也被砸破 地上还有被打断的棍棒 警方快打部队到场迅速控制场面 将这群年轻人统统逮捕 带回警局调查 吃饭地点都在彰化皮头公园 警方说动手的两帮年轻人 其中甲乙两人是国中同校同学 在IG上起口角互呛 谁的老大比较大尾 其中乙同学找来校外学长助阵 呛瞎要谈判 没想到甲同学 一口气叫了五车十多人到场 都还没有开口就直接动手 先是开车冲撞 再拿出棍棒冲进人群 痛殴之后逃离现场 驾驶了五辆自小客车前来 那并持棍棒等气器 那驾车冲撞另一方的自小客 这个方式来攻击对方 警方调查呛呛的国中生事后 丢下同伴落跑而被找来助阵的人 无端哀咒受伤 还被警局逮捕 依刑法剧终斗殴等罪名移送法办 另外打人的五车十多人 也将被陆续传唤 道案说明 TV新闻陈志忠 彰化采访报道 新北市某私立高中被爆出 要收四千块钱的颁费 而用途是要来做谢师礼毕业活动 让同学们觉得很不满 这是强迫中奖 大家通通都要参加吗 厉害高中收取班费一次就收了四千块 但是看看这个明信 除了班级相关费用之外 跟毕业相关的 其实就高达三千五百块 这也让学生觉得不但明信没有写清楚 而且这钱也收的不太合理 如果我都不参加的话 会有五百块是不知道去哪里的 学生点出毕业会相关费用 两千五百元中 包含毕业纪念册八百五十元 毕业烤肉六百块 借福两百五 送给老师礼物是三百块 还有毕业晚餐 但是明细不清楚 另外各班毕业相关活动 售一千块 其实是要送给老师的礼物 虽然可以选择不送礼 不参加活动最后能退费 但学生觉得自己被暗示 非送不可 如果我们只决定送卡片的话 没关系 一千块可以退给我们 但是后面又补了说 但其他学长姐之前会送 有送过什么保养品 送过花 项目太多 那如果一一收费的话会很琐碎 安清日的时候 征求家长的同意 才会预收这个费用 学校强调班费都是每学期收取 师有导师估算金额 学校确认后 家长也同意才会订案 三月中下旬也公开过金额跟明细 而根据教育部规定 家长会费每学期限收一百块 学期间的客服费上限一千八 冷气相关费用上限七百元之外 班费的确没有金额限制 但强调是自由缴交 但活动或者是只用经费 两个月前不能限收费 应由班级学生家长会 以公正公开程序决议 并报经学校核定后 使得收费 校方强盗绝无强迫购买 而清北教育局则说 如果有接获投诉 会先确认程序有无问题 如果违规除了要求退费之外 也会对学校跟相关人员 进行处分 体育新闻亮蓝家庭新北长报导 好 苹果呢 是否也要祭出新的题材 5月7号他们即将有新品发布 而这回主题是iPad跟Apple Pencil 多种颜色墨水搭配手持的Apple Pencil 苹果最新邀请函曝光 确认春季发表会将于5月7号登场 除了iPad有重大升级 传出Apple Pencil将改用磁锡式笔尖 以挤压笔身方式触发快捷功能 只是发表会前 iPhone在中国的销售实在不理想 iPhone在中国第一季出货大跌19% 创下2020年表现最差 大陆华为在后头激起直追 不过就全球来看 市占排名第一的其实是三星 其次才是苹果和大陆的小米和传英 适逢超级财报周登场 美国股市开始反涨 多数企业获利爆加音 特斯拉财报则是惨不忍睹 特斯拉第一季营收年减9% 马斯克在股东会上说了一句 平价车款渴望提前投产后 又刺激特斯拉盘后股价大涨12% 至于回答的潜力继续被看好 摩根士丹利分析师认为 回答未来12个月股价有望飙升 21%飙破1000美元左右 因为持续称霸AI晶片市场的趋势不变 与新闻中博导 TVBS新闻直播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7点到9点 由新化主播为各位新文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